在1997年首个细胞和一只哺乳动物克隆杨多利出生以来 科学家们就从没有停止克隆技术的研究 虽然带型牲畜和哺乳动物都没问题 但是对于营长类的动物克隆一直没有突破 不过在近期却有我们中国功课了 我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出的两只石线猴 一只叫中种一只叫华化 分别诞生于2017年的11月27日和12月5日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细心照料之后 出现在了大众的面前 然而不管是谁想要见他们一面 都必须在经过专家统一后 全副武装才能一睹其貌 可见地位之中 为了保证世界首例通过体细胞克隆出来的小猴能够健康成长 科学家们让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24小时看货 等其成长到6个月以后 就会被送入猴群之中观察其群军情况 体细胞克隆就是一种将体细胞培养后 注入去除遗传物质的卵子 通过人工方式激活后再送入母体发育成个体的过程 所以两只遗传基因一模一样的小猴 除了个头差了些 长得几乎都是一个样的 克隆林长类动物的成功 对于科学家们在研究神经科学 生殖器官 恶性肿瘤等许多疾病研究中 也有很多的帮助 并且望获得比其他动物模型 效果最好的治疗方法和药物 科学家还表示接下来将要利用克隆猴来进行老年痴呆 帕金森病 以及很多运动障碍相关的疾病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已经纷纷启动了脑科学计划 而我国体细胞克隆猴的诞生 将为脑科学研究提供国际领先的实验平台 很多困扰人类多年的生命科学问题 也将有望得到解答 虽然科技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但是科隆技术在伦理上的争议却一直不断 当科隆猴都出现了 未来会不会真的有科隆人技术呢 那么神话危机中的剧情会变成现实吗 还真是有点喜思极恐啊 欢迎走进Tristin 好吃好玩有趣逗逼东西 我们这些通通都有 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 我们下车